歡迎王子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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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帥哥 這種就是屬於可惡的男生 你幹嘛 你幹嘛 沒有 這個一定有隔代遺傳吧 你不是外國人對不對 對,我不是外國人 他完全不是哦 他也不是原住民 是原住民嗎 我是原住民 是原住民,對 所以你有探討過嗎 譬如說外公、外婆、父母 有一些事情不敢問太清楚 外星嘛 對,他們有回答我都相信 我們這一輩子就這麼短短幾十年 對不對,其實不是很重要啦 不過最少就讓他的外型很出色 非常的帥 好,你現在是這個活動 活動企劃,然後我也DJ 活動企劃 活動企劃就是說 當你接到一個什麼喜慶 什麼婚禮,然後呢 我主要是舉辦像夜店的派對 派對 所以不是一般的任何活動 可能我需要去 可能透過一些網站 找一些國外的表演者 可能到我們店裡或其他店裡 所以你是一個這個 邀請嘉賓 比如說你也要執行 也要組織 對,可能要聯絡 因為來一個DJ 可能不可能整場活動 就只有他 可能還需要其他的花邊的東西 加進去讓活動更精彩這樣 好,所以你自己本身 也要兼任這個DJ的工作 我覺得是,我會 對,因為我自己也愛音樂 也愛音樂 當然我們剛剛他說它是什麼 你有參加模特兒的工作 平面 對,就是有時候會接一些平面的工作 這個身材 有空的時候 這種身材怎麼穿都好看啊 對啊 好啦,我們請王子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是蔡亞倫 身高183公分 體重62公斤 那我的工作就是剛剛他說的 活動企劃跟DJ 然後也許我的工作會常接觸夜店的環境 讓可能女孩子對我缺乏安全感 那我今天來的目的就是 讓有機會跟我認識的女孩 多認識我的生活 那也增加對我的安全感 好 所以你對這個部分 你認為大家對於夜店的工作者的認知 是在你身上 可能我自己也看多了 我自己也可能對夜店女孩子 缺乏的圈感 你也怕怕的 就是,對 OK 也是會 我剛剛聽到一個數字真是驚人 什麼數字 183公分 62公斤 對 好瘦 對,比較瘦 你有在運動嗎 我有運動 但是就是本身體質 吃不胖 對,家裡的遺傳 好,胖的人想瘦 瘦的人想胖 條件都齊全了 對 那就要那一張 小卡片 小卡片 卡片,卡片拿給我 為什麼是他 因為我覺得 笑容滿燦爛的 因為第一印象其實 很重要 對,笑容滿重要的 OK 好,笑容 聽到沒有,姐妹們 來,笑一個 好像只有我們兩個在笑 你笑特別變態 對啊 重點是王子 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好 好 瑞塔是因為身材的問題嗎 就是 我如果跟她 竹籤跟糯米長 來,妳走出來我看一下 妳真的還好啦 拜託 妳這個糯米長也是小號的吧 真的嗎 對啊 好開心喔 而且竹籤跟糯米長不配嗎 配啊 對啊 不是這樣,懂嗎 還有一些焦點啊 因為她自己講的很熱 懂嗎 妳怎麼每次都這樣子啦 好,還有什麼原因 愛馬18 妳不要跟我講 183 妳都嫌矮啊 不是,她真的太瘦了 小的糯米長 我是大的糯米長 你們兩個到夜市開一攤 一定賺大錢 來,笑不不 我想要問 因為王子還夜店工作 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去夜店 那我想問說王子會抽菸嗎 我不抽菸 那你有飲酒嗎 多多少少我覺得 因為你在夜店工作 一定,也不是耶 其實酒有好有壞啦 好的酒其實也還不錯 我覺得是有接觸的人才會了解 抽菸不行 這個,妳說什麼 他說喝酒可以 喝酒可以 這樣子啊 對… 其實滿特別的 我來問一個問題好了 其實她在夜店工作 她接觸女生的機會一定很多 而且一定會 她的外型幹嘛什麼 一定很多女生會來跟她 搭訕 對,那我問你 你會在夜店找女朋友嗎 女朋友 目前的話 我沒有交過夜店的女朋友 這樣大家都清楚了吧 感覺大家都很想要趕快看看 多了解她一下 到底跟我們想的一不一樣呢 王子的生活 我喜歡在工作之餘到球場打球 那打球它是 我一個抒發心情的方式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打球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努力的衝撞 用力的衝撞 我心情好的時候我也打球 因為我可以跟我的球友 分享我生理的喜悅 製作家具 我目光的家具 是我個人的興趣 用雙手一點一滴 打造而成的成品 看到我家人 就是舒適的使用 其實那也讓我帶來 滿大的成就感 然後我有養三隻貓 我很希望我們互相陪伴的感覺 雖然我們常常 藍藍的躺在沙發上 或者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但其實我們心裡 都是十分在乎彼此 我是一個熱愛冒險 跟嘗試新鮮事物的人 假如你覺得我不錯 那就讓我帶著你一同參與 一場冒險的旅程 漂亮 好了 來 應該是因為貓吧 貓有沒有 加婚 喵喵 我覺得是不是因為貓咪啊 有人因為貓咪咪也真貓 有沒有 怕貓 來 艾倫來講一下 因為我有一次提著 一袋水果 然後就被一隻貓跟蹤 然後我就看著看著看 牠也不會怕我 就一直跟我跟我 然後後來就用跑的跑回家 從小時候就嚇到了 這是加飛貓吧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小時候嗎 沒有耶 三年前 三年前 所以本來妳不怕貓的 本來不怕 所以後來被一隻貓跟蹤 妳就產生了畏懼感 而且那隻貓 我後來上Facebook看到 牠的食物是牠喜歡 這隻貓還有Facebook 你是把人迷貓化了吧 你到底是在講一個人 還是一隻貓啊 所以是貓嗎 還是跟蹤狂 對 就會有人去看到那隻貓 都喜歡去打獵啊 就是吃其他小動物 沒關係 反正三年前 牠被貓嚇到了 OK 那這一位是 晨晨 晨晨呢 因為我小時候 有看貓咪攻擊阿公 攻擊誰 阿公 攻擊你阿公啊 對 然後 後來做夢就夢到貓圍毆我 貓圍毆你 牠有出拳嗎 牠有給你捧牢嗎 後來有的貓就去跟蹤牠了 有 就是我也很喜歡貓 因為小時候就是貓陪伴我 然後我想要幫那個 剛剛那個那個 有一個公主問的那個問題 幫他回答 就是我有看過我家的貓 就是吃過鴿子 對 所以牠說獵食應該是這個吧 我主要是好奇 那隻貓的Facebook在哪裡 貓吃動物我覺得這個 還好 OK 合理啦 因為其實那個老虎也是貓科啊 所以牠們都一起吃獵食 貓的Facebook OK 各位 要進入最後一個環節了 是的 誰推薦你 我的表弟 表弟 小姐也是跟你 年輕人嗎 不太像 不太像 年輕人應該講話簡潔有力 對吧 不太像 他嗎 他話很多嗎 還好 他不太 他有點害羞 那應該不會 OK啦 OK啦 不會壞事 不值得推薦 我表哥是個個性學合的人 那平常不管是在工作上 或是實體下 想要遇到問題 他都會就是願意幫你解決 像前一陣子有一個同事 他心情比較低落的時候 那他就會教他如何去面對問題 然後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真的覺得 他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那請大家都支持他 沒想到表弟的話這麼精簡 接下來 王子要傷腦筋了 因為我們要 王子的選擇 請開始 走 太難了吧 讓無手 找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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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只有兩顆 還要兩盞 很強 好 來 剩下小麵跟子函 你要提出一個問題 是的 你的問題是 其實我夜店的工作 像我剛剛說的 我接觸的女生會比較多 其實為了降低 增加你對我的安全感 我可能會有機會的話 讓你認識這些 我所謂女生的朋友 有願意吧 你願意嗎 對 因為我覺得OK 假如我願意把他們 介紹給你 好 讓你知道 他身邊的女性朋友 是什麼樣的人 是哪些人 小麵已經有答案了對不對 來 請說 就是啊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朋友 介紹給我 那我當然是很開心 而且這個舉動 會讓我對你更有安全感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你願意認識 我願意認識你的朋友 那你也可以願意認識我的朋友嗎 OK OK 好了 子涵 你好 就是 因為剛剛他有說到說 他很擔心女生可能會 在乎她安全感的這個地方 那剛剛他也很誠懇的說 那如果介紹他的女生朋友的話 我們OK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舉動 真的是很貼心 你會整個降低 就是女生對於你 可能周圍女伴的那種 敵意或者是安全 所以我覺得 我很樂意就是 會認識他的朋友 接下來 小麵跟子涵 兩個人裡面 你要滅掉一盞燈 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 到中間來 YES 可以了嗎 準備 王子的決定 請開始 GO 喜歡玩音樂的大學生 子涵 喜歡跳舞 愛穿短拳的小麵 安全感滿身的王子 會選擇誰一起去約會呢